年轻的小伙背上却长出一具腐烂的尸体 难道是死去的连体婴儿吗 这个小伙在天桥贴广告的时候 不小心碰掉了整桶强力胶 因为分神自己也掉了下去 等警方赶到时 强力胶已经把小伙和桥下一具腐烂的尸体 牢牢粘在了一起 为了保留完整的尸体 警方只能把小伙和他背后的这位兄弟 一起带回警局 尸体的头上有一个弓箭贯穿了脑袋 初步看来 死鹰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通过扫描仪发现 死者盆骨大而粗糙 是一名白人男性 从尺骨磨损的程度来看 年龄在30出头 而且死者的左侧手臂 曾有过骨折的痕迹 可以通过医院记录查出死者的身份 而脑袋上贯穿的弓箭 只不过是一个游戏道具而已 为了能尽快的让小伙和尸体分开 法医卷毛哥拿来了一瓶花生酱 原来花生酱中油脂的成分 可以有效消除强力胶的粘性 卷毛哥就像在吃烤鸭一样 将花生酱涂满了小伙的全身 另一边 警方通过医院的记录 查出死者名叫阿彪 来到他工作的地方 在他同事口中听说 上周阿彪跟女友吵完架以后就消失了 看来阿彪的女友有重大嫌疑啊 警方急忙找到了阿彪的女友 可女友和自己的T力一听说 阿彪去世的消息 那笑的是相当猥琐 原来阿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喜剧演员 听说他去世的消息 女友还以为是阿彪恶搞出来的喜剧笑话 可等他知道这是正事的时候 女友哭了 说自己和阿彪感情很好 上周五还在家里和弟弟三个人一起吃饭 可等自己下班回了以后 阿彪就不见了 当时以为阿彪去忙自己的工作了 所以也没当回事 与此同时 女友的弟弟给警方提供了阿彪所有演出的录像 经过反复对比警方发现 每一派录像代理都会出现同一个身影 可这个人一直在阿彪演出的台下起哄 这是女友的弟弟说的 起哄的那个家伙是阿彪的对手 自己认得他 另一边 花生酱也发挥了作用 小伙身后被粘住一具腐烂的尸体 法医先把死者的头骨 在小伙的身上拆了下来 经过检查 死者的头骨完全熬了进去 面部也曾受到过 顿器击打已经塌陷 法医想要揭开表皮 做进一步检查的时候 头骨里边突然飞出了一群绿豆瘾 这个真是那瓜子嗡嗡的 随后整具尸体也和小伙分了开来 卷毛哥通过头骨里边的蛆虫看出 死者死于五天前 时间正好就是上周五 另一边 警方也找到了那个在阿彪台下起哄的家伙 可他仅仅是阿彪花钱请来的兔儿 两个人早就商量好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带动观众的气氛 一无所获的警方只能离开 可临走前 墙上的一张海报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画面中的人头上带的弓箭 正和阿彪的一模一样 随后他们找到了此人 问他认不认识阿彪 没想到这个老黑却说阿彪就是一个小偷 那个弓箭道具就是被阿彪偷走的 甚至连别人想出的搞笑段子他也偷 这时 法医在老黑表演用的道具上发现了血迹 就这样 老黑有了重大嫌疑 另一边 腐烂的尸体上沾满了花生酱 为了能尽快的骨肉分离清理干净 卷毛哥往里放了大量的甲虫 这样就可以让甲虫啃光身体上残留的腐肉 这时法医也在阿彪的胃里 发现了一些类似牙齿的东西 可拼接好的头骨上并不缺少牙齿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在头骨上发现 阿彪生前曾受到过多次撞击 以至于眉骨 颧骨 脸部多处骨折 就像是蹦极忘了系绳子 脸先着地了一样 这时卷毛哥拿到了咽血报告 之前他们在老黑道具上提取的血字 并不是人血 只不过是表演时用的血浆而已 另一边 警方仔细研究了阿彪讲的每一个高效作品 竟和另一个女演员讲的几乎相同 讲到之前老黑说的 阿彪有偷人作品的习惯 能不能是那个被偷了作品的女人 为了报复杀了阿彪呢 很快 警方找到了那个女演员 可通过了解才知道 她和阿彪正是合作关系 女人负责写搞笑的段子 而阿彪则是花重金购买 兜兜转转 按键又回到了原点 实验室这边 警方用电脑重塑了阿彪头骨受伤的模样 案子被人残忍的杀害 面部曾受到过三次严重的撞击 导致每一股碎片吃穿了大脑死亡 根据死者的伤口形状来看 凶器应该是一个弧形 曲面状 类似花瓶一样的东西 卷毛哥在刚才阿彪胃里发现的东西中 检测到了人类的尿液 也就是说 凶器竟然是个马桶 众人赶紧用电脑模拟出了现场 逼一下撞击 因为死者把手放在了马桶边缘增加了阻力 可连续三次的撞击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亡的命运 根据动作判断 阿彪遇害的时候应该是在马桶上呕吐 随后卷毛哥便穿梭在各个阿彪城去过的卫生间 对每一个马桶进行了取证化验 这酸爽 这味道 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卫生间 让卷毛哥转了个遍 最后在阿彪女友家的马桶上找到了线索 发现了一颗牙齿的碎片 看来案发的第一现场就是这儿了 警方第一时间将姐弟二人带回了审讯室 通过对弟弟的审讯 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原来在上周五次饭的那天 姐姐出门以后 喝醉的阿彪开始吹嘘了起来 说自己要去更大的舞台 在这儿只会耽误自己的发展 原本弟弟满脸兴奋的以为阿彪能带上自己 可阿彪后来说的话 就跟凉水一样叫在了弟弟的头上 原来阿彪根本就没打算带上他们姐弟 无比愤怒的弟弟 趁着阿彪趴在马桶上呕吐的时候 上去就是一顿暴击 随后将尸体扔到了天桥下边 听着弟弟嘴里说出的事情真相 姐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不敢相信在阿彪最困难的时候 是自己给了他金钱和精神上的双重帮助 更不敢相信弟弟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男友 电影到此 嘎人而止 人性是多么可贵的东西 可谁又能不忘初心呢 功成名就以后想的不是怎么感激 却是抛弃昭康之气 自己却引来了杀身之祸 最后喜欢看电影的小伙伴 欢迎留下你的想法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